裴妓子国外读书 为了青春期孩子不寂寞 和思想开放的邻居日本美女少傅交流后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决定 苏妹 我怀孕了 一早 儿子刚去上学 日本女邻居就按了我家的门铃 她眼神慌乱 我竟敢愣在原地 路阳的 路阳是我妓子 那还能是谁的 你这话说的 杜君娥头拧一下 显然对我不满意 不是 你们没有采取错事啊 路阳是小孩不懂事 你也不懂吗 国外陪读 为了防止青春期的儿子跟外国人乱搞染病 经过商量 我俩相互成为了对方儿子的辅导老师 当然 辅导的不只有功课 主要是青春期生理卫生课 真刀真枪 直接实战的那种 本不是多光明的事儿 一切都是瞒着两个孩子进行的 可没成想 谨小甚微 结果还是出了岔子 眼下 和我同龄的杜君 竟怀了儿子路阳的孩子 我倒是有那本事啊 你那乖儿子每次都跟个小野兽一样 恨不得把我整个吞进肚里 昨晚还折腾了我俩小时呢 到现在我肚子还疼 叫着痛 杜君扶着腰 向我抱怨 不是我说你 杜君 孩子可不能这么惯 你没事吧 孩子几个月了 当然 相比杜君 我更担心 妻子路阳 虽说不是我亲生 我们母子俩关系挺好 要不然 我老公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带他到国外 没事 不是老话说的吗 没有跟坏的的 只有累死的牛 我还真喜欢路阳那股劲儿 跟个小疯子一样 我跟我老公从来都没这么疯狂过 刚还在叫痛 说起这个杜君瞬间来了精神 看那满脸潮红 还亦服亦游未尽 你这死女人 光想那事 我问你孩子呢 可千万别把我家路阳给累坏了 回头我得给他买些上好的补品 好好补补 杜君这么一说 我更担心路阳身体 本来是为了缓解他青春期的压力 谁想 杜君这死女人竟然要把他给榨干 我不正好和你说孩子的事情吗 我去医院检查过了 不到俩月 你别担心 我这两天回日本一趟 跟我家老头睡一觉 孩子就说他的 他早就猴急想要二胎 正好圆他的梦 这死女人 也是够绝 给他家老头戴了绿帽子 还给他带回去一个私生子 你不怕他哪天发现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佩服杜君胆量 不过 一想到给小日本戴绿帽 我心里还挺畅快 放心吧 我家那口子活得粗着呢 到死他都不会知道 陆爷也不是他的 别操心我 这两天我不在 我担心陆阳 他这段时间太疯狂了 我这一时半会回不来 他能受得了 杜君的担心不无道理 起初 刚到国外那段时间 每天去打扫陆阳的房间 我都会从床地下扫出很多卫生纸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青春期独有的荷尔蒙味 甚至 有几次 我偷偷看到陆阳把我的内衣拿到了他的房间 当时我还纳门 为什么明明洗干净的衣服 上面会有污秽物 最过分的一次 我正在睡午觉 老觉着门口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那天 我穿得比较清凉 丝袜 短裙 蕾丝镂空的上衣 可能晚上没睡好 中午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一睁眼 洛阳正盯着我看 就像是一头急需近视的小恶狼一样 也就是从那次开始 我和杜娟交流了看法 并最终决定相互成为对方的辅导老师 杜娟也是中国人 不过老公是日本人 她家孩子叫松下木野 和陆阳一般大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杜娟 原因很简单 这女人够野 够疯 思想够开放 她说 她嫁给日本人 就是为了给日本人戴绿帽子 她管这叫爱国 这女人的脑回路常人理解不了 你不用担心 在你回日本的这段时间 我看紧她 绝不让她跟国外那些阿猫阿狗瞎狗 没正面回答杜娟 我敷衍道 其实 我心里也没点 原先还好 可如今陆阳被杜娟这娘们给调教的胃口这么大 我也犯愁 我是说 陆阳现在胃口大得很 到时候你咋办 小心她把你吃了 哈哈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要饿着我家木野就成 杜娟回日本的当晚 吃过晚饭后 嘱咐陆阳在家里好好学习 我去给松下木野上辅导课 刚开门 松下木野一把便把我拽了进去 松妹阿姨 你迟到了 要接受惩罚哦 松下木野刚满18岁 生得清秀高大 充满青春期男孩的气息 她紧贴着我的耳旁 温热的气息让我浑身酥软 你吃饭了 我要吃你 快接受惩罚吧 松妹阿姨 不等我说话 松下木野把我横抱在胸前 向卧室走去 看来 她等这刻已经很久了 卧室里 她早已经布置好 暧昧的灯光 新型的梅果花瓣 以及挂满房间的彩带和气球 无一处不让我心动 不得不说 这一套对我很受用 我老公今年五十多岁 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浪漫 每次过节日 只知道给我钱 无聊透顶 还是小奶狗懂女人 他们更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可能因为杜君不在 松下木野那玩表现异常好 我也很投入 贪恋着小奶狗独有的体贴温柔 不走了好不好 晚上陪我 我想抱着你睡 事后我整理衣服 松下木野抱着我的腰 羊球 那小木野让我心有不舍 陆阳等我回去呢 我明天再过来好不好 不生气 我的小乖乖 我转身 笑着亲吻了松下木野的额头 那我晚上想你了怎么办 刚刚都快把我骨头折腾散架了 还不够呀 你真是一条胃不保的小狼狗 抚摸着它的头发 我安慰道 真要是想我了 你就给我发消息 我们视频聊天 好不容易 才说服松下木野让我回去 小奶狗实在太黏人了 轻手轻脚开了门 我看向陆阳的房间 房间灯已经关了 不过它没有关房门 人应该是睡了 小心翼翼走到门前 窗外月光的照应下 我看到地上散落的一团团的卫生纸 而床上的陆阳顶起了十八厘米的小帐篷 摇摇头 我走出了房间 往常 她和杜鹃那么疯狂 如今杜鹃不在 可想而知 她的感受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怕吵醒陆阳 我蒙烂了静音 快步回了自己的房间 是我老公 陆一诚 咋这么久才接电话 你干什么呢 刚接通 不耐烦的陆一诚就抱怨起来 这里是晚上 咱们有时差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怕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啊 我笑着逗她 我当然怕 那么漂亮的老婆 一个人离我那么远 不担心才怪 我可和你说好了 比国外那些男人远点 就没一个好人 洛一诚嘱咐我道 他一直都把我看得很严 外出 恨不得把我给用棉被裹起来 真要是多看那个男人一眼 他立马变脸 所以 他担心我很正常 听说国外男人那里很大 我坏笑 苏妹 你 你给我老实点 你要敢乱来 我过去收拾你 洛一诚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笑得更开心 你来呀 把我跟孩子扔这边 你一个人想轻浮 哼 我看你都不想要我了 等我处理外国内这点事 我就过去找你们 不生气哈 宝贝 你还不知道 我最疼你 乖 好好跟洛阳等我 对了 洛阳这段时间怎么样 乖不乖 听到我埋怨 洛一诚文安慰我 确实 洛一诚很疼我 不光疼我 他还有钱 除了不像小奶狗一样会制造浪漫 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男人 虽然岁数是大了点 他身材保持得很好 腱子肉甚至都不输给小年轻 这也是我愿意跟他的原因 乖着呢 就是想你 好了 不说了 我困了 别吵醒路养了 等有时间 你一定要来看我们哦 哼 你要再不来 我就跟外国男人上床 气死你 你敢 再过段时间吧 到时候让你这小妖精下不了床 洛阳 你怎么醒了 清觉有什么不对 我下意识朝门口看去 慌忙挂了电话 洛阳正直勾勾盯着我 脸身肩胀红到脖子干 此刻 我身着吊带裙 半躺在床上 脸皮丝袜几乎一览无语 洛阳 你醒了 一下从床上弹起 我慌乱的整体衣服 虽然 我和洛阳差不了几岁 毕竟我是他继母 在他面前 我必须要注意形象 本来睡着了 听到你和我爸打电话 就醒了 我爸没说什么时候过来吧 回过神来 洛阳说道 说话的时候 他的视线一直没离开我的身体 叮得我有点发毛 快了 说是办完手头事情就过来看我们 快去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 不然起不来 恩 我都快想死他了 小妈 我能有个请求吗 洛阳转身要走 脚步又停了下来 他再次回头 望着我 一言又止 你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 洛阳 是有什么心事吗 告诉小妈 我给你分析分析 往常 我和洛阳就像是好朋友一样 他有心事 都会告诉我 可今天 他扭捏得像个小女生 小妈 今晚你能陪我睡吗 我有些失眠 说这话时 洛阳低着头 都不敢看我 杜军这突然一走 确实让他很难适应 瞧着都有些可怜 不过 让我陪他睡 这 毕竟 洛阳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 加上这段时间 杜军疯狂地给他补课 我不好揣测他心思 好呀 等一下我哄你先睡 我再回来睡 心里面打小九九 嘴上我还是答应了洛阳 他几乎从没跟我提过什么要求 就这一次 我不好意思拒绝 谢谢你 小妈 听到我没有拒绝 洛阳笑了 和小妈还说谢啊 快去你屋吧 我这就过去 看着洛阳的背影 我摇摇头 少时 换上了睡衣 喷了点香水 我到了洛阳的房间 只见洛阳在床上侧躺着 留出了大半个床的空间 瞬间我明白了这小子的心思 快睡吧 洛阳 小妈就在边上陪着你 大半小子 就算我是他小妈 该保持的距离还得保持 你上来呀 小妈 你不是要陪我一起睡吗 怎么能说话不算话 见我坐在了床边 洛阳有些生气 原来他说的陪睡 不是我理解的那个陪睡 是真的陪睡 这 这小滑头 也太有心计了 好好好 小妈上来睡 这下可以了吧 实在耐不过洛阳的歪理 太生气 我只好上了床 可以躺下 洛阳这才没说话 两人静静躺着 各怀心思 小妈 你能抱着我睡吗 不一会儿 洛阳又提出了 心要求 他那点小心思 我懂 快睡哈 不然 小妈不陪你睡了 你不要走 小妈 我不要你走 洋装生气 我说道 话音刚落 洛阳一个转身 两只手抱住了我 准确地说 是我的胸 有些吃痛 我叫出了声 洛阳迅速抽出了手 小妈 我没弄疼你吧 都是我不好 听到我的叫声 洛阳扮作 关切地问我 朦胧的月光下 我看到他的喉嚼在滚动 我轻轻用手揉着胸前 没有回答他 我不是故意的 小妈 都怪我手太笨了 洛阳着急地向我道歉 眼睛却盯在了那白花花一片 小妈 我喜欢你 身子剧烈地抖动 洛阳小声说道 他整个身子覆了下来 就像是一只无助的小兔子 落入了一只恶狼的沼中 惊恐地睁大眼睛 我使劲儿想要推开洛阳 洛阳 你要干什么 我是你小妈 你混蛋 小妈 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好久了 每天晚上我都在想你 贴着我的耳侧 洛阳温热的气息闯入我耳中 洛阳身高一米八五 我有一米六五 被他压制在身下 我根本动弹不得 从开始的激烈反抗 现在我只能被动地承受 那种力量 十块十万 十大十小 几年来 我的努力在今晚化为泡影 每次听到你和我爸在一起的声音 我都恨不得把他给一把拎走 我不想他碰你 你是我的 你只能是我的 洛阳就像是疯了一般 让我陌生 他的动作越来越粗鲁 整整折腾了我一夜 甚至早上 临上学之前 他还不忘折腾我 不得不说 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 有用不完的劲儿 洛阳走后 关了手机 我睡得天昏地暗 梦中 松下木野 洛阳 洛一成三人轮番上阵 把我骨头都快折腾散架了 迷迷糊糊中 我听到一声响 一下被惊醒 苏妹 你快把我给吓死了 你看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松下木野眼泪横流 出现在我眼前 他身上很脏 沾满了泥土 头上一道长长的伤口 鲜血直流 你怎么了木野 怎么搞成这样 之后我才知道 木野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一直都是关机状态 因为担心我 最终他来到我家 却发现大门紧锁 为了一探究竟 他直接把我家玻璃给砸了 从厨房跳了进来 你怎么这么傻 傻瓜 我把木野搂在怀中 眼眶红了 门应声而开 即便我随即推开了松下木野 还是被陆阳看到 连拉带扯 他把松下木野给赶了出去 他怎么会和你在一起 陆阳紧盯着我眼睛 质问我 我把事情原为讲给了陆阳 但他似乎并不相信我 不管怎么样 我不准你以后见他 看见我就烦他 陆阳 你以为你是谁 还想管我 你爸都不敢管我 我是你小妈 你要再敢和我这么说话 别怪我对你客气 陆阳话音刚落 我立马对了回去 见我生气 他没敢再说话 死女人 什么时候回来 陆阳在我家看到木野了 我给杜鹃发了消息 只有他回来 才能让陆阳不至于把心思都放我身上 逮到你俩干事了 那是挺尴尬的 自己继母和其他男人胡搞哈哈 你这死女人 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开我玩笑 赶快回来 我不得跟我家老头多搞几天 这样他才不会怀疑 等着吧 过两天我就回去 一连好多天 我和陆阳都没说话 当然 我也没去见松下木野 免得节外生枝 陆一诚说不定那天就过来 万一陆阳出什么岔子 到时就尴尬了 松下木野每天都会给我无数条消息 说已经想我想的不行了 让我过去去找他 不然他就要到我家来 小妈 我都知道了 这天 我正在厨房做饭 陆阳突然到了我身后 说话的空档 他从身后抱住了我 你知道什么 停下了手中的菜刀 我转身活疑地盯着陆阳 你和松下木野他妈妈的协议 我看过了 所以 那天松下木野出现在我们家 不是没有道理 你不想我爸知道这份协议吧 乖乖听我的话 不然 你知道的 陆阳脸上浮现一丝邪恶的微笑 原本为了他 我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可没想到 这个不知感恩的二郎 竟然用这份协议来要挟我 他的手已经开始在解开我的衣服 很快我不着寸侣 任由他摆布 陆阳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你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不然我们都完了 只要小妈听我的话 放心 这个秘密到死都会烂在我的肚里 我把一切告诉了杜鹃那个死女人 本想让他给我支招 他却没心没肺 大笑 只永远包不住火 正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想想就顶刺激 那是一段荒唐的岁月 豆军回来之后 便加入了我和陆阳 三个人从我家 到他家 再到野外 所有能想到的地方 姿势 我们全都尝试了一遍 不过 因为松下木也并不知情 并没有带他 我还是时不时会去找他 此时的陆阳已经不再吃醋 因为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他的 死女人 我好像也中招了 两个月之后 看着桌上的两道杠 我给杜鹃打了电话 是谁的 不知道 洛阳从来不做保护措施 木也有时也不让我做保护措施 你打算怎么办 这两天我就把我家老陆叫来 你懂得 几天后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洛一诚出现在了我面前 时隔半年 两人相见 如干柴烈火 我和洛一诚两天都没下床 在此之前 我已经跟杜鹃打好招呼 让他安抚好松下木也 让他不要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 而对于陆阳 毕竟陆一诚是他爸 自然他不敢有造刺客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陆阳的胆量 晚上 我出来上厕所 刚走到厕所门 陆阳一只大手捂住我的嘴 就把我给拉到了他的房间 受不了 小妈 听到你和我爸在房间办事 我就受不了了 陆阳的喘息声很粗 他边在我耳边说着 手已经开始撕扯我的衣服 陆阳 你爸就在旁边呢 你不想活了 眼睛看向房门 现在我根本没心思和陆阳乱搞 但他不同 似乎 他现在比往常更要兴奋 不用管他 我爸睡觉很沉 不会发现的 说着 动作更加粗暴疯狂起来 苏妹 你在厕所吗 听到陆一诚的声音 陆阳一下愣住 痘大的汗珠挂满额头 我也给下的大气不敢喘 一把推开陆阳 我整理了下衣服 走了出去 心很慌 但必须要强装镇定 虚 陆阳睡了 我帮他盖下被子 这么大了 睡觉还是踢被子 陆一诚盯着我 上下扫了一遍 你每天晚上给他盖被子 可不 几乎每天都给他盖被子 你不也一样 晚上老是踢被子 有其腹必有其子 哼 我佯装轻松 白了陆一诚一眼 衣服开线了 陆一诚提醒我道 我这才发现 刚刚因为陆阳的动作太粗暴 我的衣服竟然被他给抓破了 我明天拿去修一下 陆一诚没说话 第二天 一早陆一诚就整理好了我们的行李 他说要带我回国 那陆阳怎么办 直觉告诉我 陆一诚知道了些什么 他已经成年 以后需要独立 我们整天陪着他 他什么时候长大 面无表情 陆一诚说道 似乎在说一个跟自己不相关的人 我跟邻居打下招呼吧 让他帮忙照顾一下陆阳 不用 陆一诚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更坚定 他知道了我和陆阳的事情 上飞机之前 我给杜鹃发了消息 说事发突然 没来得及跟他告别 让他帮着好好照顾陆阳 六个月后 杜鹃发来了一张照片 他老公抱着一个女婴 满脸幸福 八个月后 我剖腹产诞下了一名男婴 和杜鹃的孩子很像 老年得子 陆一诚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很开心 但自从回国后 他再也没有接过陆阳的电话 我也再没有联系过杜鹃和松下木野 那段荒唐的岁月 在我的记忆中 从未有遗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